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您剛有提到要走Outlet 那大巨蛋會是一個Outlet嗎 然後另外您有提到說要International 那會 比如說 員工未來都會是 大巨蛋不是Outlet 它是百貨公司 Shopping Mall 這個怎麼講 你這個問題是問得很好 太深了 很難回答你 因為我不是Owner 這個地方 這個整塊地方 幾乎有三個四個Owner 對不對 巨蛋有巨蛋的Owner Sogo 有Sogo那邊的 當中還有很多 各式各種的人 所以這個是很精采一個 要變成什麼樣子 現在 挑戰 但是 不管怎麼講 這一個Shopping Zone 是應該一個 蠻好的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 一個集中點 這兩個年齊了很大的變化 那包括一買的家樂福 然後全年買了大潤房 那我們愛買這邊 現在目前是市戰第三 未來的策略 愛買未來的策略是什麼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但是呢 我也不曉得能不能夠很誠實地跟你報告 外國人顧問來看我們 他覺得 量飯店最大的希望是我們 因為我們 不像其他幾個大了 他改不了 OK 他說我可以 再加50個 100個 200個店 都沒有關係 我可以加出來 我可以加出來 最適合現代 我們顧客群的需求 我的現代需求 我們的顧客 實際上 很有趣 很mixed 怎麼講 他願不願意去量飯店 一大半人不願意 太大 浪費時間 OK 他現在要的是一個 我也不能夠跟你講太多 information都出來了 他 需要一個店 要comfortable 要舒適 你要叫他走這麼長的路 去買一樣東西等等 他不見得有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量飯店 很有趣 它的definition 它的用意 可能要重新考量一下 到底這麼大 是好還是壞還是什麼 這麼大 你不可能每天去 那你 那你 又 試掉 給中小型的 那麼中小型好不好 很好 但是 又要能夠 符合 顧客的需求 這個就是挑戰 就是要開小店嗎 小店 後來又開小店 我想將來一定會轉變 形成更多元化的 店 不是只是每樣東西 大包裝或什麼 就更社區 符合社區居民 全家大小 來 shopping 或者是吃飯 或者是小孩有樂趣 天天可以來的 這個一個社區型的 主要的商家 因為他有他的 space 還可以轉變成不同的東西 不是很多以前的國家 我想還是有轉型的空間 OK 那現在正在慢慢的 有一些規劃 計畫 那您贊成問 提議的 一下子可以加入10到100家嗎 他問你說 未來 可以一頭氣開50到100家嗎 還不 轉型成功 繼續開 當然可以 如果我有個恰當的一個 一個恰當的一個店 但是你要 你現在難得 土地 土地的取得